一世面延必在酒 武俠史教面讲求 永轮吃日尊雄头 我都重开痛苦笑 1909年 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和编辑 推动诗学较量诗艺高下的舞台 在迎设百年纪念特展当中 一一地重现 1935年大道成蓬莱格的全岛联营大会 隐约可以看出 当年台湾施舍人文汇萃的景象 营舍营是营舅代表台湾 第二个当初有一个中国 十八学时典营舅 就是特殊人进行既改 所以说一出营舍的命名就是对此来 当时是日久时代 台湾的游戏机师为不准中华国有文化 以这四下作截来推动 营舍社员不乏秀才举人 台湾两大矿业巨子更是诗的爱好者 其中金矿巨子严云年出钱出力 在自己的豪华别墅 漏园和环境楼 举办了第一届全台诗人大会 煤矿巨子李建兴为了营舍也是慷慨捐输 1973年在台北孔庙 举办了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 把台湾诗学推向了国际 百年营舍让我们看到了台湾诗文的发展 和累积的文化资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